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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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verybody 我是小蓝猪 今天呢我们来试一下粉丝强烈建议吃的 知了猴 这个大家想必都知道 有些小伙伴非常喜欢吃 有些就觉得很恐怖 这个知了猴呢在我们河北是非常常见的 他在地下的生长周期大概就是三到四年 然后出土以后 出土以后为什么说的这么 他出土以后呢 生活大概就是十天到三天 所以说他的寿命很短 有的呢甚至一出土寿命就结束了 就比方说他们 这是100只知了猴 花了60块钱 今天呢我们就来吃一道非常家常的油炸汁料猴 南方的小伙伴你们有没有吃过 肯定没有吃过 这个在我们北方很常见 安徽应该是也有很多 主要集中在山东 啊这个有种不可描述的味道 好像蟑螂的味道 为什么我买的枝料猴这么黑 是不是我炸的过火了 看着是不是很美味 挑战一次吃100个枝料猴 鼓掌 他的脚非常脆 我感觉这个炸汁料猴就是一种独有的味道 没有吃过的我怎么形容呢 你们知道炸鲜的什么味吧 就是那个味道 就是那个味道 这个就是叶的黄 有些已经变成枝料了 这个我没吃过 确实香啊这个 尤其是它的中间这个部位 特别特别香 知道猴这些东西啊 推荐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因为这个很有营养 不含高蛋白 来一个 好香啊 好东西不能一个人独享 不然 来 尝一尝 吃掉猴 你看它的屁股 它的屁股里面是啥呀 屎啊 你就是 我不要吃啊 给 吃一个 哦不 我到了 我不吃 啊 我不吃 真不吃啊 可好吃了 那么好 有我也有人吃掉100只 来 噢 这一盘感觉好油 再来一个 这个退了一半 呜 爱 呜 好 撑死我了 大概还有123 20个 主要是好干 你那嗓子里边 特别干 这个腿啊 然后卡到你这儿 哎 可难受了 透过这一壳可以清晰的看到它里边的内容 这是什么东西 你们知道吗 这是什么东西 累死我了 这个热量是超高的 最后三个 我发现我肚子都大了一圈 有没有 再帮我腾 然后嗓子很干 肚子很撑 嘴巴好累 哇 拉到嗓子了 这个腿啊 很扎的 大家吃的时候 尽量呢 去掉它前边这个两个利爪 看见没有 这个爪子很厉害 像我们这些不怕死的人啊 我为什么变成一个多次节目 也会去掉 我说真的饱了 好扎呀 总的来说呢 这个视频 总算挑战成功 你是不是要给一个双鸡加关注呢 好 如果没有吃过这个炸鸡料猴子 大家有机会可以挑战一下 确实味道还可以 就是不要吃太多 就这个瓶儿就这个瓶儿 差点要了我的命 大家一定要小心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